據《立場新聞》12日報導 中銀香港打算將部分處理及審查客戶資料工作 轉交由位於廣西南陵的全資附屬公司負責 並獲得香港金融管理局批准 據悉被送中的中銀香港客戶資料 包括開戶及借貸文件 即客戶及個人資產資料 中銀香港全資附屬公司 中銀金融服務 南陵有限公司將處理相關文件 和客戶進職審查重檢工作 翻查資料 中銀金融服務南陵有限公司於去年9月成立 今年3月曾在大陸的大學校園大規模招聘80人 招聘廣告列明 公司主要為中銀香港 包括中銀東南亞的分支機構 提供銀行營運服務支援 按客戶交易指示 完成相關營運處理 他回應就新安排通知客戶 中銀香港回復立場新聞查詢時 發言人強調 該行一向重視客戶資料及資訊安全 嚴格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及有關客戶資料保障的相關監管要求 但卻沒有回應是否會就新安排通知客戶 至於金管局 發言人回復立場新聞查詢時表示 銀行外判其業務運作 需專搜金管局就外判安排的相關指引 當中如果涉及客戶個人資料 銀行必須確保外判安排能遵守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規定 銀行亦須採取足夠措施 妥善保護客戶資料 不過 今次中銀香港並非外判第三方公司 而是由全資附屬公司處理 服務條款以預設客戶同意 據中銀香港服務條款4.3和4.4 預設客戶同意銀行在香港境內或境外使用 處理、儲存客戶的資料 同時銀行亦可將客戶資料 轉移至香港以外的其他司法管轄區 並進行任何配對程序 客戶如有異議 須及與銀行30天事前通知 表明撤回上述預設同意 私隱專員公署 機構若轉移資料應告知客戶 香港私隱專員公署回應 私隱條例定明資料使用者 在收集用戶個人資料時 須明確告知當事人 其收集及使用其個人資料的目的 以及資料可能會被轉移給什麼類型的人士 機構若打算將所收集的個人資料 轉移至香港以外地方的人士應告知客戶 私隱公署建議客戶在提供個人資料時 先仔細閱讀機構提供的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了解其收集資料的目的 資料可能會被轉移給什麼類型的人士 至於資料使用者 私隱公署提議應做到符合私隱條例 同時與尊重、公平、互惠、具透明度 和可解釋性等原則 處理客戶個人資料 商店 教員 審議員 教員 福ễ 教員 教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